另外大熱天 很多人喜歡喝手搖飲 說一年可以賣出10億杯 但有人抱怨 有一些品項的名稱很難懂 不知道在賣些什麼 接下來退播時間交給韻涵 好 最近提起一日 再加上大家的生活壓力大 可能很多上班族上班前 可能都會買一杯這手搖飲料 讓自己當作生活小確幸 不過也提醒這些賣飲料的業者 在取名的時候不要太文青 畢竟有時候韻涵看到 這個菜單上面寫 潑潑球或是潑潑條 QQ黃金QQ 我根本看不懂 其實這代表什麼意思 還不如你字面上直接告訴我 你賣的是什麼手搖飲 有時候我看到 包括什麼醃汁紅茶 或是當中一些什麼熟成紅茶 這些我都看不太意思說 到底是在賣什麼樣的手搖飲 所以說就有人掀起這樣的討論了 如果太文青的話恐怕不受青睞 那麼也有網友說 明明你的菜單上面寫的是 手搖飲的中文 可是我還要看你英文菜單 才能看得懂 到底在喝什麼 以及有人說這樣點飲料 好像在開盲盒一樣 壓力好大好大的感覺 當然其實這串討論餐當中 也有人提到說 一些可能經營比較久的 這手搖飲業者 他們的品項 相對於其他新的手搖飲業者來講 更加淺顯易懂 包括像是五十蘭或是清新等等 這些都有人點名說 綠茶就寫綠茶 珍珠奶茶就寫珍珠奶茶 這樣子的命名 也許在消費者的觀感上會比較好懂 另外來看到 講到這手搖飲 大家就會談到他的商機 那麼您知道嗎 其實手搖飲商機 根據調查高達了上千億元 主要是因為84%的上班族 有喝手搖飲的習慣 甚至統計下來 每一位上班族平均花在手搖飲 就花了1080元 所以累積下來 還有包括其他族群來喝手搖飲 整個手搖飲的大餅高達了 一年有10億杯 也就造就了 其實手搖飲市場真的很大 但是大家都想要去參與這樣的市場 就可能會有人是屬於比較高價 來頂他們的位階的 您看到這是在信義區的手搖飲料店 這個菜單上的最下面這一行 這個珍果奶屋 居然要外代價365元相當金元 還不是內用價 而有人就說 這看起來這手搖飲 已經超過了300元 甚至接近400元了 真的是對於台灣人的超能力 非常驚訝 還有人說 其實你要幹 現所謂的手搖飲店的話 還是要留意你的位置 還有你的這個商圈的多元性 跟穩定性 為什麼 畢竟大家都知道 手搖飲料店的創業門檻相對低 被稱為是所謂的4D 這個相關創業項目 硬體低 平數低 還有人數也低 技術也低 但是如果你今天設定的地點 還有賣的族群來講 可能不是這麼多人去喝的話 恐怕未來是會賠錢的 房仲就提醒 如果在找所謂的租用店面的話 要注意它是不是違章建築 過去就有這樣的例子 因為是違章建築 遭人檢舉 最後飲料店開不下去 以及也要考慮一下 會不會因為這大型商辦變遷 或者是人口結構改變 影響到整體的消費市場 也可能會造成接下來的聲音受到影響 以上是這一節推播 再把時間還給棚內 再次推測 再次推測